马来西亚的雇员公积金局EBF 主要是为员工管理退休储蓄 收集大量资金后再进行投资 希望获得很高的回酬 然后再把利息分给所有成员 新加坡的中央公积金CBF 也是同样的概念 不过两国政治上有些不同 在新加坡从2024年开始 所有外籍员工的CBF账户会自动关闭 只有新加坡公民和永久居民 才能继续在CBF存款 而在马来西亚 政府刚刚宣布 从2025年起 所有外籍员工也必须开设EBF账户 雇主也需要为他们缴纳公积金 跟本地的员工同样的待遇 值得思考的是 新加坡以前也要求外籍员工缴纳CBF 但从90年代中期开始 这项政策已经变成了自愿选择 因为CBF的主要目的 是为了保障新加坡公民 和永久居民BR的鼓励 CBF用他们的退休除息进行投资 然后大家一起收益 不过自从90年代中期开始 虽然不是强制的 但新加坡的非BR外籍员工 仍可以选择自愿缴纳CBF 一直到2023年为止 然而在2024年 这个选项也取消了 现在新加坡CBF 已经不再接受外籍员工的任何缴纳 2024年4月还关闭了所有外籍员工的账户 并要求他们赶快提取一额 但在马来西亚情况正好恰恰相反 新政府刚宣布 从2025年起 所有外籍员工必须缴纳EBM 问题来了 EBM每年的利息 派发会一视同仁 不论是马来西亚人还是外籍员工都一样 这样公平吗 我理解永久居民和公民的待遇相同是合理的 毕竟BR退休之后也选择定居在马来西亚 试问 从明年起 EBM每一次宣布好消息的时候 外籍员工也可以和马来西亚人一起享受同样的好处 这样一来 政府今后就无法再用为了马来西亚人民和EBM会员的利益为理由 因为EBM会员也包括了外籍员工 新加坡政府很清楚 强制雇主为外籍员工缴纳CPF会增加外劳成本 进而引发通货膨胀 他们也意识到 随着CPF基金的规模越来越大 要找到一个高回酬的投资项目就更难了 同样的在马来西亚 EBM的资金规模一达一兆令吉 占了马来西亚上市公司市值的一半以上 基金规模越来越大 收益率越难提升 多年来政府给EBM各种优待 比如在国政时期 雅兔西纳吉执政的时候 政府把RRI的土地 以低价免招标卖给EBM 现在这片土地成了 Kwasadamansara项目 回报接近土地原价的10倍 纳吉的时期 政府还回购了南北大道公司Plus 由国库控股51%的股权 EBF持有49% 当时政府每年支付约11令吉的赔偿 以维持不涨价 其中一半的补偿金流向EBF EBF还获准投资 英国伦敦的大型项目Metasee 长远来看回酬不错 除此之外 EBF享有政府的全额担保 还有利息免税 资本利得税免税等各项的优惠 一旦外国员工也被要求缴纳EBF 意味着马来西亚政府 给EBF的各种优惠 将一并汇集外籍员工 新加坡朝这个方向走 而马来西亚却走相反的方向 实在耐人寻味 新加坡政府的目的 是让CBF专注于照顾自家人 不包括外国人 而马来西亚政府却选择EBF 也要照顾外国人 在马来西亚 我们采取的是 和新加坡完全相反的政策 所以我呼吁昌明政府 第一 取消外籍员工 强制缴纳EBF的政策 第二 如果政府坚持 让外籍员工也缴纳EBF 那应该为他们设立单独的基金 不要和本地公民 和BR的EBF资金混合 其实这并不难 毕竟我们已经有了 私人退休金计划 BRS 只要确保本地人 和外籍员工的资金 分开管理 那就好了